公司的机密是你泄露的 只有傅家彻底垮了 宋家才有机会 我就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送给 你走吧 我不想见到你 我想你感觉我狼狈不堪的一面 抱歉 安阳 你交代我的事情 我都办完了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 娶你 你真以为宋晴阳会娶你吗 一个被傅寒舟 不知道玩过多少次的脏女人 晴阳他怎么可能娶你 秦婉婉 你怎么会在这里 安阳说过他会娶我的 安阳你说句话呀 你告诉他 你会娶我的 你还真以为清阳喜欢你呢 他不过是为了利用你得到情景 你不过就是一块垫脚石吧 安阳 他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是真的 你 秦婉 要不看你还是秦氏大小姐 谁会打理你 宋晴阳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秦婉 你这个肮脏的你 就还该被那些垃圾造 哈哈哈哈 来人 你们要做什么 来人 你们要做什么 这几个可是我精心为你 要认的 相信你一定会喜欢 你 啊 伺候好了 你们要干什么 滚开 好妹妹 哥哥们会好好伺候你的 秦明 你可要好好的享受啊 走开 还是个辣妹子啦 哈哈哈哈 好香啊 啊啊 来吧你 哈哈哈哈 哎哎 别碰我 哎 哎 哎 宋晴阳 晴弯弯 你们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看来刚刚那几个人还不够 还有力气说话 姐姐 成为婉仁齐的滋味怎么样啊 从今往后 你就只能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活着 就跟你那该死的弟弟一样 永远见不得过 你们把廷军怎么了 他早就被我们拔了氧气罩 丢进山里了 他早就被我们拔了氧气罩 丢进山里了 现在估计尸体都被野狗吃掉了 你们两个不得好死 秦明 秦家没了 你弟弟死了 就连最爱你的傅寒忠也为你死了 姐姐 你现在拿什么跟我斗啊 跟他废什么话 赶紧走 傅家那边还等着我们接手呢 傅爷爷 秦明 你还是了我唯一的宝贝孙子 你怎么还有脸叫我爷爷 傅爷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对不起 能让韩正回来吗 你知道他为你放弃了多少项目 损失了多少利益啊 可你 满脑子 就是宋家的那个私生子 他当年就不应该从火上把你救回来 冯贝孙子 实在 他也不会死 是吗 当初救我的不是宋静阳吗 怎么会是韩周 艾阳 谢谢你救了我 不然你也不会受伤 只要你没事 你救不出我事 宋家那个私生子 他怎么会救你 请免 你还不是我唯一的孙子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怎么不去死 原来救我人生还重 宋静阳你骗我 我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能让韩周回来吗 你知道他为你放弃了多少项 损失了多少利益 都是宋家的那个私生子 他当年就不应该从火上把你救回来 否则 现在他也不会死 韩周 怪我没有早一点看见身边人 此生 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有来世 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傅韩周 我这是死了吗 死了能看到 也好 清明 你可真是好样 为了能够让宋静阳拿到南城那块地 不惜给我下药 牺牲自己 什么南城的那块地 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不是死了吗 你昨晚确实欲嫌欲死 我竟然回到了一个月前 虽然昨晚的事情是你一手策划 但是 我也不是负责任的 你竟然能够为了宋静阳拿到南城那块地 牺牲自己 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好 南城那块地的项目 我不会参与 我不是为了宋静阳 在会场 谁不知道秦家大小姐 爱慕宋静阳多别 为了她能够什么都做到 你不为了她 可为了谁 好 我傅韩周一言九体 说了不会参与南城那块项目 就不会去参与 你没必要说这些违心的话 我已经把南城那块地让给宋静阳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说了 我不喜欢宋静阳 我现在喜欢的是你 清明 吸引得差不多就行了 你该回家了 傅韩周 我能不走吗 放手 傅韩周 我一定会让你相信我的 清清 你现在有空吗 帮我查一件事 真回到了一个月前 现在一切都还来不及 弟弟 韩周 这一事 换我来保护你 宋静阳 秦王婪 尚为此欠我 是时候还回来吗 婉婉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菜 多吃点啊 谢谢爸 小明啊 昨天晚上你去哪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啊 姐姐 你回来了呀 你可不是我妹妹 别在这儿恶心我了 还有你 真担心我的话 也没有见你们去找我呀 金敏 昨晚你整夜未归 到现在才回 也就算了 你还这个态度 昨天我看到姐姐跟一个男人进了酒店 可能 可能是我看错了 婉婉 你不要为她说话 金敏 作为秦家大小姐 竟然这么不要脸 还敢带个男人去酒店开房 我看你把秦家的脸都给丢尽了 有我在 你谁敢伤害我姐 姐 昨晚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店 这不都是秦婉婉做的好事吗 她给我下了一遍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明明是你自己带着男人去开的房 你怎么能污蔑我呢 就是呀 小明 你再怎么不喜欢你妹妹 你也不能平白无故地诬陷她呀 金敏 你简直就是不要脸 还把脏水泼在你妹妹身上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给我滚出去 我看谁敢 如果我没记错 这个房子是我妈妈 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子 要子也是你们的 你是个不孝女 我是你爸 你整天围着小三传 要不是你的提醒 我都忘了 你是我爸呀 赶紧带着你的小三从我家滚出去 你姐姐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谁是你姐姐 给我滚 来人啊 把他们 请出去 少方 不要 少方 少方 请你你这个贱人 你给我等着 除了有一天 我会成为这个家真正的大小姐 爸 你 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姐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真的有男人欺负你 事情吧 有那么一点点的复杂 我昨天晚上 确实被下药 那个男人是谁 我去帮你 都说了事情有点复杂 你别管了 现在最最重要的 是你亲爱的姐姐 有事情让你帮忙 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 帮我约傅寒舟见个面 傅寒舟这个家伙 竟然不见我听话 你以前不是挺讨厌汉的 怎么突然想约他见面 那以前不是营销不懂事吗 你就说行不行吧 等着 怎么样了 明天上午十点 引入茶楼 我就知道你最靠谱了 弟弟 你还活着 真 哎 傅寒舟 你老躲着我干什么呀 轻敏 昨天的事情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南城那块地 我不会再参与 原来昨天 媳妇姐的男人是你 哎 昨天晚上 是我自愿的 跟他没有关系 姐 被吃干抹净的那是你 怎么跟他没关系 既然你们姐弟 有事要谈 我就不打扰了 先走了 哎 等等 我有正事跟你说 你能有什么事 南城的那块像 你不要交给宋青梁 秦小姐 之前南城那块像 让给宋青梁的事 现在不让的也是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现在不喜欢宋青梁了 我现在喜欢的人是你 秦小姐 一次两次 如果你一种 记得借口的话 你觉得我会相信 我是借口 我远过圈 我说喜欢你是真的 现在你走心了吗 我公司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 富汗周 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姐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他明明就不喜欢你 你还热脸贴冷屁股 胡说 他喜欢我的 他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你是懂怎么 PoA自己的 对了 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你 你要相信我 什么事啊 不会又是月富汗周吧 我可不 不是 是公司的事 东郊那个项目 你最近多注意点 我爸项目出什么问题 上一世情节目录 就是从东郊那个项目出示范 你怎么知道 东郊的项目有问题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女人的直觉 行 那我先回公司一趟 顺便准备一下 一个月后的名流宴 放心 之后的名流宴上 会有人帮忙 富家的项目 一定会落口 去吧 真乖 之前宋庆良提到的 议会 还有可能会出现 在您的宴上 我必须想办法 参加这一 命迹出一期 庆良哥 我都被秦眠 那个贱人赶出来了 马文 听话 等秦眠拿到 富氏集团的机密 我马上踹了他 到时候 真的会像先生 所说的那样 富氏会落入 我们手里吗 放心 倒是先生 为我们出谋话说 一直没有他 我恐怕他进不去宋家 他不会骗我们的 我们好好准备一下 名流宴 先生很重视 喂 明明 你之前让我查的 那件事情有结果了 怎么样 他们今天下午 会在南城的 时光咖啡馆 进行交易 时间是今天下午的五点 具体资料 我待会发给你 而且 我查到他们这件事 跟下个月的名流宴有关 没想到这件事情 也和名流宴有关 多谢 宋气阳 宋气阳最近的南城办事 他这是去找宋气阳 副总 这是夏莫书 不用看了 我亲自去南城堂 海天机船就派你个小丫头来拿东西啊 一个小东西而已 我来就够了 东西呢 说好的钱 你要的一百万 都在这张卡里 不对 我要的是现金 你不是街头人 你到底是谁 你知道一百万现金有多少 赵明才 你觉得这件事情 很见得光 这是临时决定的 你要还是不要 欣欣说这个赵明才 欠了不少的购债 这笔钱 还不可能拒绝 陈将 合作愉快 钱给你带来了 一百万现金 不多不少 我们的东西呢 哎刚才给你们的人了 就是那个女的 就是那个女的 他不是我们的人给我追 别跑一共站住 我知道你在里面给我出来 你倒是挺的跑啊 快点开门 赶紧跟我们走 东西呢 什么东西 你们平白无故的抓我 就不害我去报警吗 装傻是吗 我让你给我说 说不说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抓错人了 你这贱人还挺嘴硬 你说你怎么好看的小脸蛋 要是不小心滑上去到我 你要做什么 住手 你又是谁 穿着人模狗样的 怎么想英雄救美啊 多伤 呀 快走啊 啊 放你追小脸 你没事吧 我的人家赶快 大哥饶了我吧 是这个女人偷了我们东西不和安 所以我们才我没有偷他们东西 是他们平白无故的追我 你是个阵警员 偷了我们东西不承认 哎呦 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给我好好教训一顿 再压下去 交给警方 永远别给我放出来 我错了大哥 放给我 还好你来了 青明 青明 师父安周照顾了我一晚上 青明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感觉身体那里不舒服 没有那里不舒服 昨晚谢谢你 青明 你就这么不顾自己的安危吗 你知不知道 如果昨天刚好 不是我在南城的话 那有多危险 这次是意外 而且 我不是为了宋青阳 我是为了 你哪次不是这样说的 你相信我 我查到了有人盗取了富士集团 南城那块地的机密 他们想要在拍卖会上对付你 所以我才去的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我有个朋友很厉害 他帮我查到的 这是资料 这下富汗周 总相信我是真心的了吧 难道青明真的是为帮我 怎么可能 他喜欢的是宋青阳 根本不会真心帮我 韩周要抱 我害怕 可 万一这次是真的呢 那个少年 站在华的铁 副总 关于拍卖会的资料 我已经整理好了 您看 好 我马上回来 我有事情 要离开一枕 你先好好休息 嗯 他现在打电话给我做什么 莫非是为了南城那块地 喂 小明啊 你看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南城那块地 富汗周在你上了吗 果然是为了南城那块地 你想都别想 我查到那块地有问题 我确定还是变拍的 是吧 不可能 那块地有专家分析过 不管是风水还是地震 都是上头 你不信我 怎么可能呢 小明 我就是怕有人想中那块地 放出假消息骗你 那是我亲自查的 你不信就算了 我还有事 先挂了 哎 哎 南城那块地 不能指定亲缅的一面之死 只要拿到它 一个月后的名流验声 话语全都增加不少 我必须要去找一找 这就是南城最顶尖的拍卖行吗 小姐 请收拾您的邀请函 邀请函 哪来的香味儿老 我们这可是南城最顶尖的拍卖行 没有邀请函就要进去 赶紧给我跪远点 能进这里的 随便哪一个都是你高班不起的人物 一身穷臭味 可别熏闹了其他客人 你们拍卖行 就是这么迎接宾客的 有邀请函的是我们的客人 你这种穷鬼算什么贵贵 邀 这不是姐姐吗 作为秦家大小姐 就连星光拍卖会的邀请函 都拿不出来吗 要不然你跪下来求救我 说不定我大发自贵就太一记 求你 秦婉婉 别以为你拿了张不知道从哪里拿的邀请函 就自以为是了 你不过是个私生女爸 真以为自己上不了台面了 秦琳 你可以以为我真的怕你 我就算是私生女又怎么样 爸爸最疼爱的还不是我 而不像你 连个破拍卖会的破邀请函都拿不出来 连门都进不去 谁说我没有邀请函 怎么可能 这是星光拍卖会最高等级的黑金会员 才拥有的邀请函 怎么可能 这是星光拍卖会最高等级的黑金会员 才拥有的邀请函 富函周给我的邀请函 等级竟然这么高 不可能 这邀请函肯定是假的 千天君连拿到邀请函的资格都没有 你又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级的邀请函 还不赶紧把这个拿着假邀请函的人 赶出去 秦婉婉 我这可是黑金邀请函 你就这么自了 你赔得起 一个假邀请函不过就是一张废纸 撕了就撕了 需要赔吗 我说了 赶紧把他赶出去 这人的邀请函又是真的 肯定早拿出来 不能藏起来 能得到纸笔黑金会员第一个等级邀请函的人 身份肯定不低 也不是我们得罪的期待 来人 你把他丢出去 你们放开我 听不见我说话吗 还不赶紧让他滚蛋 闹什么闹呢 不知道今天这场拍卖会很重要吗 还不赶紧给我滚 闹什么闹呢 不知道今天这场拍卖会很重要吗 经理 是这个女人拿张假的黑金邀请函就想进去 我这才要保安把他赶出去 假的邀请函 对呀 假邀请函我已经撕了 这种人 可不能惯着 这位是秦婉婉小姐 她可是拿着我们拍卖行 主机会员才能拿到的邀请函 过来 呦 闹闹小姐 闹闹小姐啊 作为我们拍卖行的紫金会员 眼光肯定是不会错的 你拿的假邀请啊 招摇撞骗 我们拍卖行是绝对不允许的 赶紧把他拖出去 这种人 这一辈子 也没有资格进入我们星光拍卖行 慢着 经理啊 我也不是恶毒的人 只要他答应下跪给我磕个头 我也不是不能带他进去 闹闹小姐真是善良啊 听到没有 赶紧给他跪下磕个头 他还愿意带你进去呢 秦婉婉 小阳让我下跪给你磕头 你别白日做梦 是不是白日做梦 你说了可不算 你不跪 我自然是有别的办法让你磕 听到没有 他不磕跪的话 打到贵为止 姐姐 你之前不是硬气得很吗 现在不还是给我跪下 都给我住手 姐姐 你之前不是硬气得很吗 现在不还是给我跪下 都给我住手 磕头 你来了 你没事吧 没想到傅寒柱 竟然亲自来南城了 杜婉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星光拍卖行 就是这么接待贵宾的吗 副总 你不知道 这个女人啊 拿着假的邀请函 照谣撞骗 我们这才给她点教训的 假的邀请函 对 假的邀请函 已经被婉婉小姐给撕了 就是为了避免 这堵骗子混进去 骗子 邀请函是我给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副甲 拿着假的邀请函 照谣撞骗了 这邀请函 竟然是傅寒柱给亲眼 不是 副总 我不是这个意思 都是这个女人 就是我听了她的话 被误导了 赶紧把她抓起来 快点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紫禁邀请函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紫禁邀请函 在傅家面前 这就是个屁 怕你听了你的话 得罪了真正的贵人 副总 人控制起来了 你看这个 怎么处置了 你说 请问问 这一巴掌 是还给你的 这一巴掌 是让你长长气息 以后见着我 最好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 躲远点 不然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赶紧给我拖出去 你不能这么对我 放开我 前面这个奸女人 你给我等着 欢迎各位 来到星光拍卖行 我们的第一件拍卖品 是由我们四千年历史的 唐朝瓷器 玉龙雪狐 起拍一百万 每次加价 不能少于十万 我出一百一十万 我出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一次 一百六十万 两百万 两百万一次 还有吗 两百万一次 两百万两次 成交 现在是我们的 最后一件拍品 南城西江的 两百八十亩地皮 起拍价五千万 每次加价 不能少于一千万 六千万 要是能拿下那块地 明明夜可不愁了 宋庆阳这种 果然不会全人相信 八千万 一个亿 还想和我争 一个亿一次 还有吗 傅韩周 你再不出家 就要被宋庆阳拍走了 你就这么想让我拍下来 一个亿两次 这块地我调查过 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你相信我 两个亿 这地皮就算再好 也不止两个亿啊 傅韩周这是疯了吧 富士集团 财大气粗 说不定人家 不在乎这两个亿呢 傅韩周你疯了 这块地 最高一亿八千万 就能拿下 你不是很着急吗 那你也不能出这么多 两个亿一次 两个亿两次 成交 恭喜八号先生 拿到成交地皮 傅韩周 等我拿到傅氏集团 看我板彩的脚下 我先去接个电话 你来干什么 小明 你确定那块地有问题 要是真有问题 傅韩周会不顾一切 出那么高的价格拍下来吗 那块地是我亲自调查 还能有假 不让傅韩周拍下 怎么 难道你想要一块 注定陪钱的地 你竟然不相信我 还来找我资讯 小明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怕咱们被骗了 你也知道 我一直想成为 那个最厉害的人 然后再和你在一起 这样才能保护好你啊 说得好听 真以为我还和上辈子一样 这么好骗呢 我知道的 阿阳 你相信我就好了 我当然信你了 我爱有事先走了 陪你在这儿演了半天 何心 请 请 你这么做 到底是为了帮我 还是为了帮苏婷阳 我真的可以相信你 你等会儿那个酒会 我可以一起参加吗 好不容易能和傅韩周相处 傻子才不把握这个机会 你又不是傅氏集团的 你去做什么 我刚刚刚帮你拍了 这么大一块地 而且 我可以 帮你当酒 我还可以当你的小秘书 你就带我一起嘛 请勉 我最后再相信你 好 走吧 来 傅总 坐坐坐 恭喜傅总成功拿下南城地皮 这位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秘书 秦勉 原来是秦秘书 幸会 幸会 恭喜傅总成功拿下地皮 这秘书不错呀 傅总 那我也祝福一下傅总吧 来 傅总 我也敬一个 不好意思各位 我去趟洗手间 傅总 你这秘书 很有意思啊 他暂时没有跳槽打算 所以 各位就别动笑 这还护上了 秦秘书去了这么久 该不会喝醉了吧 我去看看 你怎么不长眼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别碰我 对不起 挺个屁我 嘿 讲得还不错 小妞儿 又跟着我 保证你每天吃鲜的喝辣的 哼 别碰我 去 本大爷看得上你 别经就不吃十八九啊 小贱人 你放开我 不要给点 我说怎么不乱给我呢 原来早就被你这个小伙伴 给包一 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放干净 等等等等 走走走走 对对对对不起 我错我 不安装 难受 再忍忍 马上就带你回家 放手 不放 青年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知道 喝多了 我没有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富汉昼 青年 是你先照理我 这可是你自找的 有事先走了 早点回家 这富汉昼周也太会了吧 天君 你在家呢 姐 你要去南城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要不是富汉周 我都不知道你出事了 富汉周这家伙 家人给天君告状 放心吧 我没事 我好得很 真没事啊 真的 活蹦乱跳的 能有什么事情 那就好 据悉 南城东郊地皮出现巨大问题 价格大打折扣 附加出两亿巨子拍下 将出现巨大亏损 南城地皮的事情 忘记和富汉周说清楚了 天君 姐今天有急事先走了啊 注意安全啊 嗯 副总 南城两亿拍下的地皮 出现了巨大问题 根本不能动工 我们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 这样下去 公司的财务 会出现巨大危机呀 你先出去 告诉董事会的人 资金的问题 我会想办法 请 我果然不太相信 小姐 请问你找谁 我找你们副总 副总 请问你有预约吗 预约 我们副总日理万机 可不是什么阿妈阿狗都能见的 你们副总认识我 你给他打个电话 他肯定会让我上去的 每个来找副总的都这么说 要是我每个人都打电话 那我们副总还公布工作 你要是真认识我们副总 那你自己打电话呀 傅韩周你个混蛋 这个时候拉给我 还说认识副总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是个什么样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 你你什么你 再不走我叫保安了 保安 赶紧把这个人丢出去 这是傅韩周公司 我不能给他认识 行 我自己出去等 怎么回事 副总 这个女人也不看看 自己是什么身份 非说认识您 想闯进去 我正准备赶她走的 她怎么在这 还乱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把人丢出去 我看看丢出去的人是你 副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把这人开了 找个信子进来 是 还不把她拉走 副总我错了 求求你不要跟我走 你怎么在这 我找你有点事情 我找你有点事情 你先上去吧 是 走吧 清明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那块地 绝对不像新闻报道的那样 你相信我 只要再等一等 那块地的价值 绝对能超过五个亿 清明 燃城那块地的价格 到底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 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 傅韩周 那块地 真的不像新闻报道的那样 存在那些问题 你相信我 只需要再等一等 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 清明 我之前就问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傅韩周一言九体 即使我之前拍过那块地 是块烂的 那我也认了 但是你不应该为了帮助宋庆阳 骗我这么久 傅韩周 我真的不是为了宋庆阳 那块地真的没有问题 你相信我 就这一次 你到现在还想继续骗我 清明 你太惹我失望了 傅总 好巧啊 南城那块地用的还顺心吗 傅韩周 你花了大价钱拍了块烂地 我看你之后还怎么特意 傅总 好巧啊 南城那块地用的还顺心吗 这就不劳烦宋总操心了 这次多亏了小眠 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说那块地有问题 要不然说不定 他卖会那天 我还能再争取一下 这一切果然都是情面 为了帮宋庆阳的寄宝 我之前竟然还以为 他真的想帮我 看来你们两个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就不打扰 小眠 幸好你提醒我了 要不然这次遭殃的 就是我的宋氏了 那块地 你本来就争不过傅寒舟 小眠 你再等等 等我搬到傅室 我就可以娶你了 还想搬到傅室 你做梦 傅寒舟这边 我会想办法的 小眠 辛苦你了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傅寒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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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这儿做什么 傅寒舟 你相信我 那块地肯定没有问题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 你叫我怎么相信你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傅寒舟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相信我的 喂 喂 喂 星星 你在家吗 我在啊 我有点事情 让你帮忙 我现在过来找你 行啊 我在家 網傳杜家大小姐昨晚秘密回國 一是為履行與佛家的婚約 杜雪寧竟然這是我回來了 就算是這樣我也不會放棄的 終於幹完了 綿綿你查到前那顆地幹嘛呀 有項目需要用的 我還有事先走了 秦明你這個渣女一晚我就丟啊 改天請你吃飯 我去 你個渣女 傅安周 那塊地的資料我找出來了 報道是有誤的 秦明 別說了 那塊的價值我已經不想知道了 韩周 秦小姐 總裁暂時不想見你 請回吧 問韩周 我會在這裡一直等 直到你願意見我 這不是秦大小姐嗎 這不是秦大小姐 怎麼 你這是 被韩周趕出來了 還不是 他只是誤會我 我不想辦法讓他相信 相信 秦明 你真是我進步最蠢 放著韩周不要 因為喜歡宋家那個私生子 韩周那塊地是你 你竟然為了宋家那小子 讓韩周花了那麼大價錢 好像快爛你 你害韩周害得還不夠 他怎麼可能再相信 我才是韩周的未婚妻 韩周只有和我在一起 才能更好地幫助 和你在一起 這塊鬼 可是韩周喜歡的人不是你 喜歡是可以慢慢培養的 秦小姐如果實相的話 就趕緊從韩周的世界來 過出去 秦明 你看你這個近日 多數的人還真不少 你還真不少 副總 這個項目您覺得怎麼樣 啊 我剛才講事情 什麼項目你再說一遍 副總從來沒有在工作上做事 今天怎麼回事 已經走神好幾次了 是 就是 這個東郊的項目 我去開門 韩周 怎麼是你 你來找我做什麼 怎麼是我 怎麼 副總沒看到你的小玫瑰 好像很不開心呢 這是這次項目的合同 我占誠給你送了 勞煩杜小姐親自跑一趟 副總 秦小姐 已經在外面等了一個小時了 您看 叫他上來吧 是 哎 不是韩周 那個女人害你害的孩子狗 你還要原諒他嗎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好像跟你沒有關係 合同我已經收到了 一會我就去看 杜小姐 還是請回吧 韩周 我可是你名義上的未婚妻 你也知道 我們是名義上 韩周 你真要為了那個女人 不顧傅家和杜家的顏面嗎 杜學寧我說了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管不著 杜學寧我告訴你 你如果堅持和那個女人在一起 傅家遲早有一天會在你手上 傅家的事情就不勞煩杜小姐操心 哦 還是請回吧 你不要後悔 秦敏 我勸你 早點從韩周的世界滾出去 只能是我的 這句話 我原封不動的還給你 是嗎 你給我等著 走 你去裏面換身衣服吧 我給你準備好了 哦 走吧 我送你回去 我就想和你待在一起 韩周 那塊地的資料我已經說齊了 我一直護著沒有膽識 你東西先放在這兒 你淋了雨 你現在需要吃藥好好休息 沒事 這塊地只需要再等一等 他的價值一定會被發現的 秦敏 到這種時候 你還要繼續騙我嗎 韩周 你是不是還是不信任我 現在這個事情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休息 秦敏 你的手怎麼這麼疼 我一定 會讓你 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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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秦小姐這是怎麼了 趕快聯繫司機 順便把醫生叫過來 是 怎麼樣了 這位小姐就是過度疲勞 導致身體素質降低 又加上淋雨發燒 所以才會暈的 我這裡開了些藥 讓她好好休息就可以了 好 謝謝醫生 應該的 秦敏 你到底是為了我 還是為了宋青陽 醒了就起來吧 我叫司機送你回去 我現在還生著病呢 你收留我兩天好不好 好不容易進了 負寒桌的家門 我怎麼能就這麼走了呢 你一夜沒有回去 你弟弟會擔心的 天驅要是知道我生病了 會很擔心的 我現在不舒服 頭有點痛 你別趕我走了 你先放開 你不答應我 我就不放開 好 我答應 我就知道你最好 你先在這裡好好休息 我出去一下 副總日理萬機 怎麼想著給我打電話呢 你也許在我這兒 副安舟 你是不是要去我接了 我要你好看 長水秘書區八號 趕緊過來接他 你給我等著 副安舟怎麼這麼久還不回來 哎姐 天驅 你來了 姐 這副安舟是不是又欺負你了 我幫你教訓他 沒有 是我不小心生病了 他沒有欺負 那走咱們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要和副安舟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他叫過來的 副安舟 你說過不趕我走的 走吧 副安舟你這個大騙子 姐 副安舟那傢伙根本就不喜歡你 咱這麼好換個人喜歡行不行 不行 我就喜歡他 其他人我都不要 姐 你知不知道他是有未婚妻的人 他不會娶你的 他們有沒有定婚 只是名義上的未婚妻罷了 我會想辦法讓韩舟娶我的 他如果真的願意娶你 他怎麼會這麼對你 姐你就別再自己欺負好不好 你要是再這麼說的話 我接下來一個星期都不會再理你了 我不說了 不說了行了吧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 如果到最後他還是不喜歡我 或者是跟杜雪妮訂婚的話 我是不會糾纏的 我是不想讓你出生 我知道 我接個電話 小明 你最近過得怎麼樣啊 挺好的 你找我幹嘛 小明 你看富士集團吃巨姿拍下這麼一塊爛地 現在肯定元氣大上 要是這個時候 你能拿到富士集團的機密信息的話 就能徹底搬到富汗州的 要想搬到富汗州 白日子 知道了 我會想辦法試一試的 關了 我 勤勉 要不是你還有點用 早給你的顏色瞧瞧 我的大小姐 又有什麼事需要我為你效勞呀 清醒 你能不能幫我準備一個有病毒的U盤 簡單 明天就可以給你 愛你 明天請你吃大餐 拜拜 富汗州是維護著的人 宋慶耀 這一事我不會讓你得成 喲 既然請我來海上民都 今天可真是大手臂啊 說了要請你吃大餐嘛 對了 你要的U盤 不過你要這個都寫的什麼 當然是幹票大的 小綿綿 你現在都開始有事瞞著我了 我哪敢呀 等事件出來了 你不就知道了嗎 哦 對了 今天這個新聞報道你看了嗎 這是關於南城的課地 沒有啊 怎麼了 近日南城地皮出現巨大反轉 經過專業人士調研 傳聞中的污染因素並不存在 現在專家也太不可怕 要不是你之前讓我查過資料 我還真以為南城那顆地有問題 我也是猜的 宋慶陽 宋慶陽 你就這麼 喂 七明 今天的情況到底是 宋慶陽 我們聊地方見吧 星星 我有事情可能要先走了 你慢慢吃 菜馬上就上來了 我點的都是你最愛吃的 行行行行 你個大盲人 你最好了 注意安全 七明南城那塊地我這麼信任你 你竟然騙我 那件事 連專家都不知道 我怎麼可能會知道那麼多啊 我還不是怕你虧錢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我有多大影響 要是我拿到這個項目 富汗中就一定會被王踩在腳下 之後的名流液 我也會擁有絕對的話語 阿陽 你現在怎麼了 你以前可從來都不會凶我的 呃小明 我我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就是 我我就是太生氣了 南城那件事情是我消息有目 但是你要的東西 我拿到了 小明 你拿到負責最大的機密了 喂韓中 你不有個重要的項目想和你商量一下 一會兒咱們星光咖啡聽見 項目書自己叫個藝術決心不要找我 哎韓中 這個項目真的很重要 我想親自和你說 你要是不來 我就親自去以家找你了 好 二十分鐘好了 好 我等你 韓中你來了 不是他項目嗎 不管時間 韓中過了幾天 你一定會發現我才是最適合你的名字 小明 小明 等班老父侍找我宋氏 我就立馬娶你 知道 你們在幹什麼 韓周 你怎麼來了 韓周 韓周來這兒 當然是因為我 怎麼 我來這裡 打擾你 韓周 我沒有 你聽我解釋 你有什麼好解釋的 我 計畫才剛開始 不能就這樣抱我 解釋 他當然沒什麼好解釋的 估計這會兒 又想著拿什麼好處 這才好送二十 我做什麼 似乎和杜小姐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和我有關係 韓周可是我的老婆 你卻拿著他給的好處 卻次次給別人 你和韓周 只不過是名義上的未婚夫妻吧 韓周可從來沒有 韓周遲早有一天會承認 畢竟嘛 我和金小姐你 可不一樣 這次拿著韓周給的好處 卻次次背叛他 背叛 想免什麼時候 跟過父母 做這一切 不都是父母之內嗎 是吧 你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請免 最后再問一次 韓周 他都這樣貪了 你還要維護他嗎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和你沒關係 杜小姐還不明白嗎 這副總啊 一心都鋪在我們小年身上 真是可惜啊 小年的心理是 韓周 只有和我結婚 才是正確的選擇 你和他在一起 他只會毀了你的 你和他一起 我自己看著辦 你先回去 韓周 不要讓我再說第二遍 為韓周 你再這樣下去 一定會後悔的 請免 請免 我最後再說一次 你如果不說的話 就永遠別再來找我 韓周 我和青陽還有些事情嗎 我晚點再跟你解釋 好 我給過你機會 請免 你做的這一切 果然都是為此情 小明你放心 我一定會對你好的 你先回去吧 我還有事情有嗎 好 還敢給我甩領子 要不是看看 你還有另一架 怎麼自己的東西 韓周 我一定會把今天的事情 跟你解釋清楚 韓周 你聽我解釋 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和宋靖陽沒有關係 我之前已經給過你機會 你既然選擇了它 為什麼還要來找我 韓周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給你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你愛給誰給誰 我不需要 韓周 你聽我解釋韓周 韓周 你聽我解釋 停車 清免 你不知道剛剛很危險嗎 韓周痛 上車 把手伸過來 韓周 我今天選宋靖陽 是有難言之影的 當時那麼多人在 我只能那麼做 你不要生氣了好不好 你有什麼難言之影 過幾天你就知道了 清免 你又有這種話來護我 我們本來也沒什麼關係 你選誰 是你自己的事情 誰說沒有關係 我喜歡的人是你 你在這裏好好休息 說我最近別沾水 傅韓周 我說的都是真的 我一定會證明給你看的 星光咖啡館二十九號桌 宋靖陽 我要讓你看看 什麼叫自食器 秦小姐 沒想到竟然是你 想了這麼久 我還以為宋大少不來呢 秦小姐給了這麼誘人的線索 我宋某怎麼可能會放棄 就是不知道 秦小姐想要什麼 我什麼都不想要 我只想要宋靖陽 嘗嘗絕望的死 我給宋靖陽的幽盤裡面 植入了病毒 只要一周不到 他電腦裡面的機密 就都會存放到我的手機 到時候 宋大少只需要稍微動一動手腳 宋靖陽 就永遠不可能 秦大小姐喜歡 宋二少爺多年 這是整個惠城都知道的事情 秦小姐 我怎麼就知道 不是你們兩個人的計謀呢 如果這是我們的計謀 我不會用這麼拙劣的手 而且 宋大少認為 宋靖陽為什麼會突然被認回宋家 又為什麼會這麼高端呢 你的意思 是宋靖陽背後有人 宋大少知道一個月以後的名流宴嗎 名流宴宴宴請的是所有頂尖的事情 能夠在名流宴上 組織項目或者合作 肯定讓企業更上 據我所知 宋靖陽的背後人 若出現在名流宴上 他們的目標肯定不只是自家 所以到時候 請宋大少幫忙留宴 真是自然 這件事情 威脅到會上所有之家 我宋文城 也不是不是大局的人 那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您好 您所拨打的電話 暫時無人接聽 您好 您所拨打的電話 暫時無人接聽 航頂的傅寒舟啊 又不接我電話 別以為不接電話 我就難你沒辦法了 傅寒舟為什麼又和杜雪民在一起 傅寒舟 傅寒舟 你以為這樣就能甩掉我嗎 傅總 秦小姐那邊 我讓她做什麼 給我繼續開 聽杜小姐 好的 你怎麼在這兒 你回來了 揣揣 你為什麼不接我電話啊 我在忙沒有看到 很晚了 我送你回去 我不回去 我專門來找你的 清免 你別任性 我給你第一打電話 傅寒舟 你是不是不喜歡我了 我沒有 你先放手 傅寒舟 我今天看到你和杜雪凝在一起 你是不是喜歡上他了 他又是你的未婚妻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你先放客有話好好說 請你明明是你先不要我的 我不放 我放手你又要趕我走 你真的沒有喜歡我杜雪凝 杜雪凝只是我名義上的名氣 真的 南城那塊地的消息出來了 我沒有騙你 你明天能不能請我吃飯 好 糖醋綠雞 清蒸魚 來 都是我沒吃 好 請你這個見 杜小姐 傅寒舟 傅寒舟 可是你的未婚夫妻 你真的願意看著自己的男人 被其他女人搶走嗎 你算什麼東西 我的事情還輪不到你管 我是秦棉的妹妹 那個女人的手段可高著 既然我們都討厭這個女人 德小姐 不妨考慮一下 傳聞周二小姐心成善意 沒想到 沒想到 是只披著兔子皮的狼啊 青棉 你這個賤人 你給我等著 新聞說 過兩天你們傅室有個酒會 我可以參加嗎 這個宴會邀請了不少會成的大家族 要是能去不僅可以及時業界大佬 還可以多些和傅寒舟相處的時間 聽說最近請家西郊的效果 出了些問題 天均會處理好的 所以富士酒會 我可以參加嗎 我可以繼續當你的小秘書 副總 你真的想去 嗯 所以你對我撒嬌多好 都是為了進入這宴會 好 公主請天均 好 過兩天 不讓司機去聽 你們副總怎麼不在啊 宴會那邊很多事情 副總提前過去了 姐姐 好久不見了 這倆人就不在一起了 秦婉婉 我之前好像跟你說過 你要是再敢出現在我面前恶性 我見你一起打你 姐姐 秦婉婉 你這麼說話 是不把雪寧小姐放在園裡嗎 你也不看看這是誰的地方 雪寧小姐才是副總的正牌為兵器 秦婉婉 雖然我不知道你從哪兒勾搭上的杜雪 但是我勸你安分一點 小心我把你一家子從秦家趕出去 秦敏 你不要太過分了 秦敏 這裡是副家的家業 你一不是副家的人 二不是合作伙 你不配來這裡 這場宴會是韩州要求我 我怎麼這麼做 你以為你拿著韩州的名義就能壓我 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這裡只有我說了算 不要在這裡髒了別人的眼睛 來人 把這個女人給我轟走 杜雪寧 你這麼做 就不怕韩州知道了找你算賬 你在威脅我 我告訴你 我這輩子最討厭的就是別人威脅我 我這輩子最討厭的就是別人威脅我 我扔你很久了 你別以為我不敢打你 你們還愣著投手 太不管了給我轟走 我可是你們副總 我看你們誰敢 你給我廢子 我告訴你 你根本不配來這裡 杜雪寧 你們在做什麼 你還沒給我 韓州 他們欺負我 謝謝 明明是你先打的我 是阿副總 是前年這個賤女人趁你不再想要欺負 杜小姐 杜小姐忍無可忍才還的手 明明是你們看到我一個人 才聯合起來欺負我的 我說吧 韓州你不要寫 謝謝 揍了 走 我帶你進去 這個賤神 我一定要讓他付出代價 雪寧 你放心 那邊我已經安排好了 只要過了今晚 金眠那個賤女人 就會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 到時候我就是秦家明正言順的大小姐 韓州 謝謝你剛才幫我 請小姐 光嘴上說什麼 可沒有什麼實際作用 清免 這可是你先證 恭喜副總拿下南城這麼好的一塊地啊 謝謝 還是副總眼光好啊 之前南城那塊地鬧的那麼大動靜 都沒出手 現在拆發出來價值可搭了去了 各位沒有讚了 到時候南城那塊地的項目 還請各位多多支持 來 這位姑娘是誰啊 之前怎麼沒在副總身邊見過啊 我是副總新招的秘書 你看看 副總眼光好啊 秘書都這麼漂亮 莫總沒有在來 今天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嗯 我今天表現的怎麼樣 你看看 副總眼光好啊 秘書都這麼漂亮 不怎麼樣 我都表現的這麼好 你還不滿意 那你秘書真的 餵 韓州 我有個重要的項目想哄你 你改天吧 韓州 你是想讓我父親去請你 你現在馬上過來 我現在有點事情要處理 你先出去等我一會 哦 傅韓州這小子 杜雪您一喊就過去 你們是誰 放開我 救命 你們是誰 放開我 救命 你們幹什麼 放開請小姐 韓州 你找我有什麼事 韓州 你就這麼討厭我 和我多說一句話都不行 我不想浪費我們彼此的時間 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的話 先走 韓州 喂 喂 副總 天小姐 天小姐被幾個人綁走了 什麼 我現在馬上過來 韓州 怎麼了呀 秦眠綁架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韓州 我人都在這裡 怎麼有時間去綁秦眠 說不定是他自己得罪人太多 大家都想他死 如果你要稍微查出來 你和秦眠綁架的事情有關係的話 你和杜姐 誰都必想好 我看你還怎麼和我巧克力很重 青年 青年之後你就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我看你還怎麼和我巧克力很重 怎麼樣了 副總 我們已經調取了當時的監控 全面筛選了一晚上應該快了 找黑人都找 我要你們幹什麼用 副總 找到秦小姐了 他在西家浪尾樓裡 得起走 你是誰判的 你們知不知道王家是犯法的 犯法 我們這裡可沒有警察 你的命還不是在我們手裡 我是傅家掌權的女人 你們敢逗我 你是不想再混成混了嗎 危險 看我敢不敢打你 行啦 別玩了 這事要解 有人花大價錢來你的命 可別怪我們 別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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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酒 你會遭報應的 報應 我可不怕 敢打我 你會不會 怎麼會進去 你會不會說 那你會不會說 你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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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兒 你们不在乎自己 难道还不在乎你们家人的命吗 谁不知道在会场 我傅氏是最大的家族 就没有傅寒州找不到的人 你们确定敢用他们的命来赌吗 我们就算说了 就能放过我们家人吗 你觉得你们现在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是钱家二小姐秦婉婉 只要我们只要杀了这个女人 就把我们衣食无忧 未来飞黄腾达 再也不用过这些卖命的买卖 秦婉婉竟然是 把他们带下去 交给警方 走 没事吧 我以为我要死了 走 带你去医院 怎么样了 有没有感觉身体哪里不舒服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小明 听说你被绑架了 说我没受伤啊 你先去处理你手臂上的伤吧 我没事 好 你找着刚刚在上有什么用 秦婉喜欢的还不是我 秦婉 都怪我太想跟你结婚了 一直在忙工作 这才没有第一时间过来 结婚 我呸 做你个春秋大梦子 我知道 我不怪你 我之前给你的优盘怎么样了 已经在调取了 要不了几天 我竟然拿到富士集团的机密了 彻底激发富汗仇了 我这里不要紧 你赶紧去处理公司的事情吧 我等着你 我也是等着你 恶有恶报 好 我搬到富士 我肯定马上去你 要不是有价值 走路死 秦婉 我不会让你落到宋强这种人手里 副总还在这呢 副总 你的小明再好都没有用 他喜欢的人是我 你永远都得不到他 这事 宋总你说的不算 韩哲 我痛痛要抱 秦婉 你到底是做戏还是真心 我已经看不透你了 秦婉 你之前说喜欢我 还算数吗 当然算数了 和韩哲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那你敢和我结婚吗 你要娶我 对 你敢吗 这又何不敢 我现在就回家拿回购本 我送你 在哪呢 在这儿 在哪呢 究竟会在哪呢 姐 姐你没事吧 说了这么大事 怎么不告诉我 你在找什么 没找什么 你平时不都是加班吗 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这不担心你 特意赶回来的吗 要我说傅安中那家伙怎么回事 你跟他去傅家的就会都会出事 要我说姐 这男人就不靠谱 他都不能保护好你 那你说这话可说了 我已经答应他结婚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会认真考虑的 那个天权 咱们家的户口本放哪了 我那个身份证过期了 我得赶紧去补办一下 户口本 就在这上面 这个小盒子里啊 竟然放了这么多 难怪我找到 你去忙吧 我明天自己去到厕所 姐 我记得咱们两个身份证 是一块办的 还有几年 可能是我急错了 到底呢 你不会是要去和富汗周结婚吧 天君 富汗周好不容易答应和我结婚的 你就把户口本给我吧 他都不能保护好你 我怎么办你交给他 他可以保护好我的 这次就是他拼死把我救出来的 他还挨了一刀呢 天君 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喜欢富汗周 你就帮帮姐姐吧 好不好 你就真的这么喜欢他 非他不嫁 如果他欺负你了 你就告诉我 我帮你教训他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放心吧 韩周对我可好了 怎么样了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 但是难道了 清免 最后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 好不容易才答应我结婚 我为什么要反悔 清免 你没机会了 现在我们结婚了 到时候秦家和富家强强联合 明流宴会上话语前也能强不少 难道你是不是为了秦家才和我结婚的 当然不是 我是因为喜欢你才会跟你结婚的 结婚之我来给你保护 这么霸道 走吧 去哪儿 当然是去找这次事情的元凶 难道你想就这样放过他 当然不 我们走 秦婚婚 这两世的仇 我要你血债血偿 秦阳 你帮帮我 我昨天绑架了秦眠那个贱人 那个贱人他没死 反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秦婚婚 我之前跟你说过 秦眠对我还有用 自己不听 就非要凑上去 你叫我怎么救你 秦阳 我跟你做了那么多 你救救我 我保证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秦婚婚 我现在已经拿到富士集团的机密 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我可没跟我怪你 你好自为之 秦阳 宋秦阳 你不能这么对我 婚婚 怎么了宝贝 颜色那么差 妈 我看不过秦眠那个贱人 踩在我们头上 我就派人绑架了 没想到那群帮匪失神 怎么办呀 什么 我还装当地喜欢你 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你放心 你爸爸最喜欢你了 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爸爸他真的会帮我们吗 当然了 你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 他不疼你疼谁呀 放心 你看你 没事吧 上楼啊 秦婉婉 你给我出来 秦婉婉呢 不会是躲起来了吗 秦婉婉呢 他该不会是躲起来了 姐姐 你怎么来了 秦婉婉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姐姐 你这么凭乱不够的找上门 我怎么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若姐姐你不高兴了呀 绵绵 你又发什么疯呢 秦婉婉 秦婉 你好好看看你宝贝女儿做的好事 这不是我做的 这些照片一定是自己合成的 秦总的女儿犯下这种错误 秦总应该怎么做 夫人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婉婉从小就感想 他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啊 那秦总的意思是 有冤枉吗 爸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做这些 一定是姐姐看起宠物 先生的嫉妒才这样陷害我的 秦婉婉 我敬妇你 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连阴沟里的老鼠都不 混账 我还在这儿 你就无法无天 你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滚 住手 她是我的女 你有什么资格 既然你们都认为秦婉婉是无辜的 那就把它交给警方好了 让警方来看看 这些究竟是不是你们纯真的宝贝女儿做的 不行 你不能把我送到警察局 爸 我是一只胡队 你真的要相信我 你救救我 我不想去警察局 副总 婉婉年纪还小 她不懂事 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副总 你看她婉婉还年轻 你就放过她吧 秦总 小绵你是你的女儿 你这二女儿可是要杀了小绵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关心她吗 她能站在这儿 就说明没有什么事情 婉婉还年轻 她要进去了 这一辈子就毁了 还有你 这个当姐姐的 怎么就如此的恶毒 我恶毒 她晴婉婉找人杀我的时候呢 来人 给我把这个恶毒女人 带去警局 你这个贱人 我杀了你 你这个贱人 我杀了你 婉婉 贱女人 你凭什么站着 秦家大小姐的位置不放 凭我是原配生的孩子 而你妈 只不过是想三 你 今年 你别以为有秦天君给你撑腰 你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毕竟 我是你们的父亲 父亲 我妈刚死 你就把这对母女领进来 你这样的人 配当父亲吗 你 之前看在你是小绵父亲的位置 对你已经很热烈了 但是也请你不要太过分 来人 给我把她带下去 副总 舅舅你不要带走她 她已经知道错了 她年纪那么小 这 这不毁了吗 副总 是啊 婉婉还小 你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婉婉 快 给副总求情 副总心胸宽大 一定会放过你的 副总 我知道错了 你不需要向我 不需要设置我的云人 来人 给我把她带下去 我 这不行 我不要 你不要带走她 我不要去跟原始人 我把她一起被救了 我们走吧 好 青年 你把我女儿害成一片 我不会放过你 韩周啊 爷爷 爷爷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青棉了 明日家宴 你把小棉带回来玩玩 小棉她有事去不了 我看 是你小子不愿意吧 我可告诉你 明日家宴 要是见不着小棉 你也别回来了 怎么了 是爷爷 他说他想你了 让你明天去老家看看 好啊 我也想见父爷爷了 什么时候去 明天下午五点 那我明天打扮得漂亮一点 好 怎么了 没事 前面 你还在联系孙琴啊 我那些爱人 不是假的吗 秦小姐 副总开车先去老宅了 我来接你 麻烦了 不麻烦应该的 这位小姐 副家老宅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这哪来的野丫头啊 别想进我副家的办法 小姐 你也回来了 这哪来的野丫头啊 别想进我副家的大门 姑姑 我们先进去吧 今天是家宴 别被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扰乱了心情 姑姑 我是寒州的妻子 秦眠 妻子 你是寒州的妻子 我看你就是个不学无数的大小姐 你哪里配的是寒州啊 真正配得上寒州的 是我们雪宁这样的大家闺秀 姑姑 我可又害羞了 我说的有错吗 你看她那个样子 论身材 论脸蛋 论教养 哪点能和你比啊 寒州能看得上你 你这个有人生男人一样的 见你 姑姑 我敬你是长辈 才一味地忍让 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分了 小绵 小绵 你怎么这样和姑姑说话呀 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住手 没事吧 爸 那个女人她是想别人男人的贱女 所以女儿曾想吓唬一下她 你怎么能帮我你说 小绵 是我请人的客人 嘴巴给我干净点 玛雅 谁教你 这么跟她说话的 玛雅 谁教你 这么跟她说话的 上面 是寒州的妻子 也是我们副家的人 以后 谁要 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就让她 滚出副家 小绵 进去吧 好 爷爷 秦年你这个贱女人 姑姑 你别生气了 秦年这个女人 最快有些小气凉 红妇爷爷开心了 为她气坏了身子 可不值得呀 就算是秦年 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 也只不过是个小孽子吧 告诉我 韩州她一定是你的 我有的是办法 让她和 红枝 提供 姑姑 这样真的可以吗 你还不相信 姑姑 这男人啊 都是下半身的斗鼓 到时候 你穿的性感 不内心 我就不相信 这寒州 无动于衷 姑姑 谢谢您 先谢谢您 这是今天早晨 从澳洲空运过来的龙虾 应该鲜得很 来 你尝尝 谢谢你 韩州啊 过两天 就是名流宴了 以领小门去 让她好好玩玩 好 记得就好 小明 爷爷 想单独和你谈谈 我一会儿回来找你 好 韩州啊 刚才呢 是姑姑不对 这杯 这杯酒 带姑姑 跟你赔了一道歉来 姑姑 你是长辈 作为晚辈 您不该向我道歉 韩州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看不起姑姑呀 还是说你 根本就不想原谅姑姑呀 什么意思 姑姑 我先回房间了 你慢慢吃 行 小眠啊 坐 这是傅家族上流传下来的宝贝 到你这辈了 你是我认定的孙子媳妇 今天就交给你了 爷爷 这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这有什么 傅家历来传给儿媳的 你不想收 是不想跟韩周在一起吗 爷爷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手镯我就收下了 爷爷非常看重 你跟韩周在一起 看到你们在一起 爷爷就更高兴了 爷爷放心 我和韩周一定会好好的 爷爷相信 你去找韩周吧 别让他久等了 好 那爷爷我先出去了 韩周啊 刚才那是姑姑不对 这杯酒带姑姑跟你赔你 你道歉 好热 你这个问题 该死 韩周 你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看上去好难受 要不要 我来帮你啊 起开 韩周 我们可是未婚夫妻 要不要 杜雪宁 你怎么在这儿 傅韩周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干什么 秦小姐 你难道看不到吗 傅韩周 你混蛋 啊 啊 韩周 既然他们都已经走了 嗯 继续吧 起开 韩周 韩周 你们两口子 这是干什么呢 啊 傅韩呀 你是我姑姑 这次的事情就算了 如果还有下次的话 我不会拈就我们之间的亲戚 傅韩周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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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刚刚又做出一头难过的样子 秦小姐脸色似乎有些不好 还不是怪傅韩周这个混蛋 昨天竟然都不出来跟我解释 害得我在酒店 一晚上没睡觉 没事 临时有点乱 你那边怎么样 自然很顺利啊 今天下午 秦小姐就可以去宋氏集团 看一出好戏 那我就期待宋大少准备的大戏了 那秦小姐 请吧 宋氏集团了 你这就该下载了 你这就该下载了 小明 他们说我用U牌卸漏了公司的机密 让公司亏损十几亿 你快告诉他们 那个U牌是你给我的 宋氏集团 你也知道那个U牌是我给你的 是你 秦明 是你陷害我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这么做 对我好 你哄骗我骗取傅士机密 自己就跟秦婉婉搞在一起 这才对我好 宋氏集团 今天这样 都是你跟你的报 秦明 我杀了你 秦明 我杀了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次的项目 我一定可以打下 那这个项目我就交给你去走 既然联合起来算计我 这可不算算计 宋氏集团 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 贪得无我 秦明 宋文成 你们两个贱人 我杀了你们 这位先生 请给我们走一趟 秦明 你给我等着 走 走 星星 你最近帮我注意一下 惠城监狱的情况 特别是宋庆阳 什么 你把宋庆阳给送进去了 你这票干的确实有点大呀 放心吧 监狱那边我会留意的 好 现在 就等着最大的那条路上钩了 你放心 惠城监狱那块 我会关注的 嗯 如果有情况 我第一通知你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走吧 动你回去 那就麻烦送大少 能送秦大小姐 这么漂亮的女儿回家 应该的 请 我先要是请见得别出去 我来这边办点事情 多谢宋大少 如果杭州这家伙还没回来 不会还和杜雪宁在一起吧 你去哪儿了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你管我去哪儿 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现在是你的丈夫 你坐宋文成的车回来 你昨晚跟他在一起呢 我跟他有些事情要聊 听说宋庆阳入狱 你找宋文成 就是为了帮宋庆阳脱掉 当初你不惜为了宋庆阳 牺牲自己的身体 现在用同样的办法 现在用同样的办法来找宋文成 请你 你见了 敷寒忠 就允许你和杜雪宁亲亲我我 不准我去找别的男人是否 你要不要这么双标啊 我和杜雪宁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那我说我和宋文成也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信吗 请你 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现在身为妻子 应该履行妻子的义务 难道清明说的是真的 他和宋庆阳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傅安忠 你回来 老大 宋庆阳被宋文成和秦家大小姐秦棉 联手送进了监狱 您看 没用的东西 送进了之后 还有点用 想办法捞出来 是 等等 他们可能会派人监视 手脚干净点 明白 秦家大小姐 有意思 傅安周这个混蛋 力气那么大 去工地搬砖啊 当什么 秦棉 你怎么在这里 我是韩州的女朋友 当然要和她住在一起了 当时杜小姐你 实在是闲得没事干的话 可以去找回工作呀 别一天有事没事的找别人家的男人 你以为自己是谁呀 我才是韩州未婚妻 你这个贱人 韩州只能是我了 名义上的报告 韩州可从来都没有说过喜欢你娶你 杜小姐还不快点走 别在这碍眼 我告诉你 你迟早会后悔的 迟早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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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被无罪释放了 走吧 宋青阳 这是老大给你最后的机会 我知道 我不会辜负先生的期望 多谢您突然约我来这里 肯定有什么目的 多谢您 哎 绵绵 宋青阳被救出去了 就他那个人背景有点深 我还没查到 他们有什么消息我再告诉你 好 明流宴马上就要到了 你帮我查一下明流宴的名单 寻 多谢您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点事 多谢您人呢 就这点计量 还想敲晕我 多谢您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自食恶果 你是谁 情人情人敢爱我 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 干什么 别怕了 别怕了 杜小姐 请问你和这个男人有什么关系呢 杜家和傅家的婚姻是取消的吗 不是的 不是被陷害的 不是被陷害的 明明是你勾引我 你闭嘴 杜小姐请问你这算是官人出轨吗 我没有 我没有 请问傅家知道这件事情吗 滚 你不是听不懂人话吗 都滚出去 再不滚 明明就让你们从坏神消息 滚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也给我滚 要是让我知道你在外面乱说这件事情 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滚 记者都知道了怕什么 今天你这个贱人 今天让我承受的这一切 又知道医生 我一定加倍奉获给你 多谢您 恶有恶报 这就是自食其果的资物 是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秦琳 你凭什么 凭什么 你把我家娃娃害成这样 你把她害成这样 你还安然无恶地活在这里 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你死不死了 周燕丽 你有没有搞错 是秦婉婉她要害我 她要进去 也是咎由自取 要不是你霸占了她 大小姐的名号 她现在能害你吗 根本就不是秦桑后的孩子 这是你们欠还还的 不可能 你要是你相信 你叫回去恶恶生 不过是一个贱人 和野男人生的野种 凭什么骑到我们婉婉头上 你该死 让开我 让开我 把她带去叫谁警察 是 你不要想太多 她说的未必是真的 爸爸你看 婉婉真厉害呀 真好 拿回家 给妈妈看好吗 嗯 嗯 好 搞得不错 继续努力吧 走 我要回去问清楚 我陪你 姐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也在这 陪你解除了点事情 秦桑峰在哪 咖啡上呢 秦桑峰 我和天君 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 姐 你在说什么 秦敏 你一天到晚在外面 都听了什么谣言 你不是我的女儿 那是谁的 我刚刚来的路上 遇到了周艳丽 她现在应该已经和秦婉婉团聚了 怎么 你也想去和他们团聚吗 你要威胁我 我威胁你又怎么了 你实话告诉我 我们两个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 韩周 帮我把他也送进去 好 别 我说 你们的确不是我的孩子 是那个贱人 和他初恋的 什么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那个贱人和初恋在一起 家里不同意 他们就私奔了 但是后来 那个男的牺牲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蠢的女人 好好说话 那个男人死了以后 你妈发现怀孕了 为了堵住其他人的嘴 这才和我结的婚 当年的事 都跟你说了 这总可以了吧 所以你从小不喜欢我 就因为我们不是你亲生的 别人的重 凭什么让我来养 幸好 我早就发现了 你们 就是两个白眼狼 给我滚出去 这是我家 凭什么让我走 看来秦总是要被人请出去才可行 好 走就走 白眼狼 迟早会遭报应的 叶君 以后 就只有我们两姐弟了 姐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你现在好好休息 我会帮你找到你的家人 他们可能还活着 汉州 谢谢你 副总 秦小姐声势问题已经查出来了 是她 你先下去吧 做得不错 是 没想到秦明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严家的人 我给你发的消息 你看到了吗 明天宴会 江城严家也会参加 要是我们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 在一周后的明流宴 我们也能站稳脚跟 我知道了 我明天会参加的 没想到宋家这么大手臂 邀请了这么多大家子 律师 请出示您的邀请案 请进 等等 你这个剑 哪还有脸来送家的样 薛夫人一个小三 都可以堂堂正正的自己 我又有什么 你这个剑 要不是因为你 我的手 怎么会被关进监狱 师父 我可是宋家邀请来的位格 你不过就是一个插嘴别人婚姻的女 有什么资格打我 见识 竟然敢打我 给我把她赶出去 怎么了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 就不怕我告诉老爷 我看谁敢 秦大小姐是我邀请你的队 你们还想把她赶出去 是不想再干了吗 大超 是 是薛夫人让我们这样做的 我就说你这个贱人 哪来这么猖狂 原来是找到靠山了 嘴巴给我放干净 我和宋大少真是好不愈的 薛夫人 是不是忘记自己什么身份了 还有脸来宋家的宴会 是宋总让我来的 你爸还没死呢 你就敢不听他话了 把他给我赶出去 你要是以后宴会厅再见到他 你们就不要在宋家干了 是 放开我 宋文成 你就不怕我告诉你爸吗 你尽管告诉他 我走 没事吧 没事 薛曼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我爸非要把他接回来罗先生 我等会儿还有点事情 可能要先走 好 这几乎没人了 难道是搞错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宋少爷 你就放心吧 我们早就把U盘插进头影里 到时候一放 一定就是秦家大小姐 和宋文成的亲密合照 照片确保 看不出任何痕迹 定看不出来 这种丑路传出去 宋文中怎么可能 寄上方式 谁 我这 站住别好 真是小 哎老头 刚才有没有一个女的跑进来 没有 没有 怎么可能 我看着她从这里跑进来 没有 快说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我搜 今天必须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 我看谁敢 一个哪里来的老不死啊 敢在宋家的地盘撒业 我管你这个死老头是谁 这里是我宋家的地盘 一个宋家的私生子 还真把自己当成宋家少爷 你给我闭嘴 把这老不死的丢出去 这种人根本不被出现在我宋家的宴会上 给我住手 严老 您没事吧 这人竟然是严厉的掌权人 宋总 难道 这就是你们宋家的待客之道吗 严老误会了 你这个不孝孙 还不赶紧给严老道歉 严老 这件事情 道歉 就不必了 一个私生子 没有必要在我眼前晃药 严老 您消消气 我这就带他走 还不赶紧回去 别脏了严老的眼睛 没想到 那个老爷爷 竟然是严家的宋家 小姑娘 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秦棉 哦 是个好名字 宴会快开始了 要不要和我这个糟老头一起过去啊 和严老一起 是小棉的荣幸 好 秦小姐 你长得像我认识的一个孩子 谁 难道严老认识妈妈 我的女儿叫小云 年轻的时候 我想在外面给她找个 门当户对的人结婚 可是 她为了追求真爱 离家出走了 后来呢 我当时很生气 没有阻拦 这二十多年过去了 如果她有孩子 应该和你差不多 她叫什么名字 小云的名字 是她妈妈起的 叫 抱歉 我接个电话 秦棉 关于你的身世有结果了 你在哪 我来找你 什么 我在 宋家的宴会厅这 我也在 我马上过来找你 嗯 我在走廊那边 秦小姐 你这是 你这是 抱歉 严老 我可能不能陪您 去宴会厅了 我要在这儿等我朋友 哦 没事 我陪你一起等 看着你 就像看着当年的 小云一样 严老 久仰大名 秦棉 你朋友来了 我就先走了 等等严老 这件事情 和你有关系 什么 你妈妈 是严家的大小姐 叫严小云 而严老 正是你的外公 我真的是严家的人吗 那个贱人 和初恋在一起 家里不同意 他们就私奔了 但是后来 那个男的牺牲了 我的女儿 叫小云 年轻的时候 我想在外面 给她找个 门当户对的人 结婚 可是 她为了追求真爱 离家出去了 之前怎么没发现呢 你是小云的孩子 外公 我早就应该看出来 你和小云年轻的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你妈妈呢 小云现在过得怎么样 妈妈她 在我和弟弟三岁的时候 就因病去世了 都是我的错 我当时就不该跟她生气 不去找她 外公 这不怪你 这不是你的错 孩子 和外公一起回江城好不好 这 小绵 她现在是我的妻子 小绵 可没有承认你们这段关系 她只是说 你是她的朋友 秦宇 你甚至不愿意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些说喜欢我的话 果然都是假的 外公 我和韩周确实已经结婚了 我很喜欢她 之前好不容易才把傅韩周哄好 可不能再让她误会了 我想和小绵 单独聊聊 韩周 你先去旁边等我 小绵 傅韩周这么年轻 就能撑起诺大的傅家 她的心计和诚服 深不可测 外公 怕你被她利益 外公你放心吧 韩周对我很好的 反倒是我 之前识人不亲 一直利用她 外公不希望你 不你妈妈的后缠 我知道 而且我留下来 不只是为了韩周 我还有自己的事情没做 不想就这么放弃 上辈子那些人欠了 这辈子 我要全不管 你妈妈已经去世了 外公想保护我 外公 你放心吧 而且韩周会保护好我的 三计划 傅韩周 还说不是为了他 外公 我真的还有其他事情 我答应你 等事情结束 我一定去江城看望你 罢了罢了 这上面有我的电话 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帮忙 尽管说 我就你这么一个外孙女 我一定好好照顾你 知道了 谢谢外公 外公走吧 我带你去宴会厅 外公 我还有点事情 需要处理一下 去吧 有什么事情办不了 尽管来找我这个老头子 知道了 宴老会见 宋大少 我找你有点事情 放心 韩周是信得过的人 之前我在走廊看到宋庆阳 他找人制作了我和你的亲密照 试图用丑闻阻止你成为宋家继承人 报复我之前送他进的监狱 宋庆阳当初进监狱 竟然是秦明 刚被放出来就该怎么行 我想让他永远地待在监狱里 我帮你 这是我和秦小姐两个人的事情 就不劳烦副总出手 他是我的老婆 他的事我当然要管 你们结婚了 我有个计划 可以 我没问题 宋庆阳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自食其苦 诸位 今天呢 是我们宋家继承人的继承仪式 我宋某感谢大家的赏脸光临 那下面呢 就让我们有请我儿子宋文成 上台为大家讲两句 来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今后会更加的努力 带领宋氏集团 走向更快的台阶 好 下面呢 请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们宋氏集团的发展史 可以多久 快关掉 给我关掉 到底怎么回事 宋秦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犯事 星星 我想要一段视频 能帮我合成吗 放心 保证一点痕迹看不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个不孝子 不是你看了这样 我是被冤枉的 盗取公司机密 可不是小事 宋总 就这么原谅吗 这 如果宋总要是不忍心的话 就由我来带 来人 给我把他带下去 送到警局 好好查一查 傅寒忠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你陷害我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大屏幕都清清楚楚的放出来 还有什么误会 宋总 你该不会是想包庇自己的儿子 怎么会 秦敏 你这个贱人 上次就是你和宋文宠一起陷害我 这次你又和傅寒忠一起 宋庆阳 你别血口喷人 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清楚吗 你当真以为你在走廊说的那些话 我不知道 那人是你 宋庆阳 这自知恶果的感觉怎么样 你这个贱人 我真后悔没有弄死你 宋庆阳 这辈子不得好死 走开 走 你之前不是很喜欢宋庆阳吗 为什么你把他送进监狱 宋庆阳和秦婉婉搞在一起 我早就不喜欢他了 傅寒忠 我现在喜欢的是你 我以后也会一直喜欢你 秦敏 这可是你招惹我 韩周 我喜欢你 以前怎么没把钱 妈妈 这傅寒舟是属狗了吗 怎么这么爱哑人 哎绵绵 明流货的名单我整理出来了 便宜人我也给他整出来了 星星 你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吧 必须的 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 我来送给你啊 好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去抓人了 请便 你死定了 我早说的一切 我得加倍奉还给你 我 被被发现了 追 怎么算水泰了 这些人究竟是谁泰来的 赶紧 副总 有一位心意的小姐找您 说是秦小姐的朋友 副总 小眠在你那边吗 小眠不是应该在你那边吗 你 韩周 星星找我有点事情 我今天就不去公司找你了 你先 为什么会答对你 我是今天约了和他见面 但到这个地方 我还没见到他人 而且我刚刚收到他 发了个定位给我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给我 所以我赶紧打电话过去 但他一直不接我电话 好 我这边会派人调查的 秘书 去查一下小眠的行踪 是 不是说都准备好了吗 怎么又出问题了 信号不好 需要调整一下 废夫 杜小姐你消消气 这边几分钟就好了 一定要让他见人 遇陷遇死的样子 直播到网上给人看 让他们看看 亲爱大小姐 大得有多放着 行了 赶紧的 怎么样了 副总 我们已经调取了当时的监控 发现杜小姐当时就在门来 我不是您在 难道是他跑下的前面 对 我们已经让技术部门的人去查了 副总 技术部门那边说 杜小姐 最后出现的地方 就在南郊荒洞的藏库里 废车 不好 那个剑人跑了 什么 你不是群废物 人跑了都不知道干什么似的 还愣着干什么 这个点肯定跑不远 肯定还在藏库里面 赶紧去追 是 只有能扯你废车的 我现在在南京 必须想办法 联系易心喊 还站着你 你也给我追啊 我告诉你 人跑 三百万一分也没想到的 是是是马上 朱小姐你休息休息啊 姐 找到了 你给我抓过来 你这个小贱人 请给我站住 谁站住谁是傻子 带过去啊走 怎么不跑了呀 秦小姐 朱雪宁啊 之前你在我面前 不是高高在上吗 怎么现在 怎么不跑了呀 秦小姐 搞这么狼狼 杜雪宁 你知不知道这样是犯法的 秦小姐 这里 可没有警察 你就不怕富汗周知道 你以为我怕他 等你身败名裂 看他还怎么娶你 看见了吗 到时候 你和三个男人上床的视频 就会上床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一直想我 为什么你次次背叛韩周 可是他还是那么喜欢 明明我才是他的未婚妻啊 韩周从头到尾都没有同意过这门婚事 杜雪 这些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而已 不 不是他 都是因为你 如果没意思 韩周一定会娶我的 这种肮脏的女人 根本不配他 杜雪 难道你自己就很干净吗 你是谁 都是因为你 不然我怎么可能经历这一切 前面我告诉你 我曾经说过 经历这一切 一定会加倍奉还给你 既然你们东西都准备好了 愣着做什么 开始吧 你们要干什么 还想做什么 哈哈哈 放开我 你说是要做什么呀 那肯定是要好好地尝尝你 走开 别过来 怎么 秦小姐这就怕了 好戏还在后头 朱雪娘 你要是再不住手 韩周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秦小姐还是先担心担心一下你自己 这三个男人 是我专心为你挑选的 身上呢 都带着一点地 你可要好好享受 你们放了我 他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们双倍 杜小姐给我们的 你可给不起哦 我趁你还是乖乖束手就行吧 这样还能少数行 啊 你放开我 哼 你 人家又不是吃法脚 少爷是看得起你 别过来 好妹妹 哥哥们会好好伺候你的 走开 来吧你 走开 上 走开 放开我 你们这些钱少 杜小姐 看来你的力气还蛮多的 你们三个好好招待他 好久没碰过女人了 今天让哥哥们好好蹭蹭你 你们会脏报应的 给我住手 韩忠 让 韩忠 你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韩忠 我想回家 走 我带你回家 总裁 这些人怎么处置 通通给我送进监狱 永远都别给我放出来 韩忠 我是你的未婚妻 你不能这么对我 小姐 之前跟你说过 我从来就没有通过这么婚事 你 你不甘不甘情 韩忠 不是他 他不是我绑的 都是这些人 是他们做的 求求你方国我 求求你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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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 你别听着跟娘们瞎说 他是他给我们三百万 让门抱人的 说有钱拿 和有女人玩 你别 你别 韩忠 你别听他们胡说 我以后再也不纠缠你了 看在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上 我求求你了 放过我好不好 你做了这么多坏事 还好意思让我放过你 韩忠 你不能这样对我 今天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都是你 你好自为之 韩忠 我们走 既然我得不到 别人也别想得到 快走小心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按我之前说的做 全部带走 我叫人准备好的衣服 你先赶紧换上吧 韩忠 你在这陪我好不好 好 你先换好 在这里好好休息 你现在在这里 就好好休息 我陪着你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韩忠 你陪我一起睡好不好 你搂着我 你赶紧睡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抱着你 不要过来 别跑我在呢 傅韩忠 你饿了吗 我去给你做饭吃 你不是总裁吗 还会做饭啊 你想吃吗 嗯 那我去给你准备 你是想跟我一起去 还是在这里 和你一起 那你先收拾一下 我先过去 没想到你真的会啊 你们总裁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 别平了 端出去就可以吃饭了 好 没想到你的手艺这么好 喜欢你多吃点 很喜欢 韩忠 明流燕是不是要开始了 怎么了 你可以带我去吗 不行 韩忠 你看我才刚经历绑架 我还很害怕 我不想和你分开 你就带我去嘛 好不好 你已经接受了我的贿赂 你不可以反悔了 好 韩忠 你看南城那块地 我费了那么多心思 你能不能把后续 向上的工作交给我啊 上一世附加的事情 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 要是能拿到那块地作为诱饵 说不定能找到这些事情 背后的推手 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 值得我再次相信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做好的 走吧 这位就是 会成最有权势的 傅家掌权人 长得可真帅呀 那旁边女伴是谁啊 是她未婚妻吗 你们不知道我 原本和傅家联姻的杜家大小姐 因为得罪一个女的被关进去了 难怪这女人看上去这么穷酸 原来是被包养的情妇啊 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喂 我这边去处理点事情 你先去里面等我 等会我过去找你 好 麻烦让一下 你一个穷酸样 你这种人也配今晚好酒店 我穷酸样 那你们就很高贵吗 知道我们是谁吗 竟敢得罪我们 我可是李家的大小姐 而你们 不会是副总包养的一个小三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 还敢这么笑着 你说谁是小三呢 你竟然敢打我 我今天就教教你怎么做人 是她 绵绵 你身体怎么样了 我没事 之前说的明流燕的名单 怎么样了 你出事以后 我就加密成文件 我等下发给你 风大少爷 这里是万豪酒店 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是这个贱女人先动到手 李小姐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我明明看到的是你 先调戏了这位小姐 我 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风家咱们可忍不齐 这位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叫秦绵 刚刚多谢风少爷了 你认识我 风家少爷风流倜傥 我也早就有所耳闻 被秦小姐这种美人夸赞 风某甚是荣幸啊 那不知道我以后有没有机会 请风少爷吃个饭呢 就当报一下刚刚的谨为之恩 风家作为南城数一数二的家族 上一世在南城那块地上就牵扯中动 必须想办法接近他 好好查查 本来就是举手之劳之事 既然秦小姐邀请了 风某当然不会拒绝你 这是我的名片 风少爷好久不见 怎么秦小姐认识副总啊 我们是 我是副总的秘书 副总好福气啊 有这样的美人做秘书 就是不知道秦小姐 有没有想法加入其他女子 风少爷别想 秦小姐最近没有想打算辞职的想法 副总 秦小姐虽然是你的秘书 但是她也是个独立的人 这件事情是不是要问她本人 抱歉啊 风少爷 我在富士集团做的挺好的 暂时没有理会 那太可惜了 那风少爷去找一个像秦明这样的来做秘书 我们还有事 走 风少爷回头见 秦小姐别问了我们的约定 我等你电话哦 韩周 你不是去谈合作吗 是合作没有谈拢吗 你真是这样傻 不然呢 他不会因为我又吃醋了吧 哎呀 好呀好了 你这次没有谈了 下次换一个人谈就行了 你这么厉害 一定可以 这里这么多人呢 下次别这样 都不弄了 竟然还害羞了 说 我刚才约定的是什么 刚刚你走之后有人找查了 是风铃萧帮我 所以答应和他一起吃饭 清明 你记不记得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知道呀 可是这跟我请风铃萧吃饭有什么关系啊 你既然知道我们已经结婚了 那你为什么出了事情第一时间不给我打电话 要找一个外人来帮忙 而且为什么要请他吃饭 霍寒舟 你吃醋了 我没有 我是担心你在外面 给我傅家丢人现眼 我在外面是你的匿数 不会给傅家丢脸 清明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话这么多啊 那是因为傅总不够了解我 了解什么 了解我喜欢你啊 而且傅总 想让人闭嘴可不能光说 那你还要做什么 我教你啊 傅总的学习能力很强啊 例子 我以为等秦小姐这种大蛮人的电话 就等很久了 没想到第二天就等到了 封少爷说笑了 像封少爷您这样的人物 当然是越早认识越好 我还怕封少爷之后不记得我了 秦小姐说的什么话呀 像你这种美人我能忘掉 我还算是个男人 不知道封少爷的口味 所以我就随便点了几个招牌菜 不愧是傅总的秘书啊 滴嘴不露 费心了 不费心 今天邀请封少爷 除了感谢您那天帮忙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想和封少爷谈谈 秦小姐这是突然想通了 想要抛弃富士集团 来投背我们富士集团了吗 封少爷说笑了 我只是想和封少爷谈谈合作的事情 秦小姐请讲 我信而恭听 之前闹得很厉害的南城的那块项目 被富士拿到了 想必封少爷听说了吧 都在会城 我也是有所耳闻 秦小姐跟我谈的事情 不会是南城那和地的合作吗 封少爷想的没错 据我所知 南城那块地 富家当时花了很多的价钱购买 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那块地现在 会让富家陷入危机 这么重要的事情 副总只让秦小姐一人跟我谈呢 封少爷 你这是不相信我 我只是好奇 秦小姐真的只是 副总的秘书那么简单吗 我当然只是他的秘书 至于我们合作 封少爷 你答应吗 秦小姐都这么热情地 那我当然不会拒绝啊 不过 如果秦小姐真的只是 副总的秘书那么简单 那你要不要考虑我一下 我暂时 还没有离开富士的打算 哦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封少爷 我觉得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那也不是不能花点 其他的关系 封少爷 我还有事先走了 南城的那块地 就交给封少爷了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不愧是傅寒舟的女人 有意思 你们不就是吃个饭吗 为什么还要牵手 富汗舟吃醋 我没有让他牵到 我的手只给你牵 别转悠话题 清明 你说你 到底是打了什么算盘 宋庆阳背后还有人 我想把那个人揪出来 是 我有个计划 秦小姐今天有空吗 我想和你谈谈南城那块地的项目 好 两个小时负姐 副总 不好了 南城那块地的项目被发停工了 什么 南城那块地没有问题 怎么会突然停工 专家说南城那块地底下有深层污染 政府领导要求立马停工 副总 我们在南城那块地的项目 投了那么多资金 再这么下去 我怕富士集团的资金可能 可能会坚持不住啊 你先出去 这个事情尽量瞒着 资金问题我来想办法 是 副总 南城那块地在动工之前已经彻底查过 根本没有污染问题 一定是因为有人在针对富士 南城的地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吗 看来秦小姐的消息有些滞后啊 封少爷 你什么意思 我想秦小姐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富士集团在开发南城的地石 因为地下污染问题再次被迫停工 预计 富士将再无资金运作 动工前我们就对南城的地进行过调查 根本不像报道说的这 封林校 你为什么这么做 秦小姐既然这么聪明 猜到是我 那为什么不想想我为什么这么做 副家作为惠城最有权势的家族 你该换换 封林校 你好大的野心 人要是没有野心 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 秦小姐 我真的很喜欢你 如果你抛弃富汗州 选择我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你想的美 怎么 秦小姐不会觉得富士集团 还有回旋的余地吧 两天后就是明流宴 冯林校 你别得意的太子 明流宴是最后的机会 我必须要拿到明流宴上的项目 秦小姐 秦小姐 还没放弃呢 你不会觉得 在明流宴拿到投资 副家就会活下去 我想怎么做 和你没有关系 嗯 秦小姐这脾气 还是那么招人喜欢 我姐可看不上你这种卑鄙小人 我还有事啊 待会儿姐 一切顺利哦 姐 那边都是明流 咱们过去吧 哟 你们是哪个家族的人啊 穿成这副穷酸模样 也赶来明流会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这里可是明流宴 来这里可都是各个城市 有头有脸的人物 就你这种穷悲 也配合我们一起 还是说 你穿成这样 是为了勾引男人 勾引男人 就这色 谁要啊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知道我是谁吗 竟然敢打我 管你谁敢欺我姐 果然是下等人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你们这种粗鲁的人 根本就不配进入明流会 来人 把这两个蛮横无理的人 给我抓起来 我们可是有正经邀请函的 你们有什么资格 我们可和你们不一样 谁知道你们的邀请函 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算是真的 说不定是哪里偷来的呢 就是啊 还练着干什么 把这两个人给我抓起来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哪里来的脏老头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有多远滚多远 你知道我们老爷是谁吗 还不赶紧出嘴 我可是江城周家人 谁敢得罪的 周家 周家在我们严家眼里 那连蝼蚁都不如 什么 你 你是严家的人 不可能 严家老爷子 已经很久没出现在 公主事业里了 怎么可能会出来明明会 怎么 这管杖 还证明不了我的身份吗 这狮子头 是严家的特有标志 他真的是严家的掌权人 我不知道 他们跟你认识 这样严了 不知者无罪 您就饶了我们吧 那还不快滚 外公 没事吧 这就是外公 外公好 好孩子 年老 逢了他们已经到了 外公 你要是有事的话就先去忙 回见 好 姐 那边开始了 我们过去吧 得赶紧过去 项目竞标 是唯一能救富士的 只要项目竞标成功 富士集团 一定可以欲获重生 走 张家的项目在北城 有几百亿 不管是哪个公司竞标 都能让市值翻上好几万 可这么多人 傅家又因为南城陷入泥潭 我们今天竞标成功的几率很小 放心吧 这个项目 我们一定能拿到 傅家已经摇摇欲坠了 秦小姐 还这么自信啊 傅家的危机只不过是一时 只要熬过去了 我们 会比封少也更低 傅家的资金 因为南城抛进了所有资金产业 在场的人 不会只有秦小姐一个人觉得 傅家还有机会 傅家的资金链都断掉了 现在就是神仙来了都救不了 不过听说 傅家想要收购傅家 但是傅家一直没有同意 看来傅家这么久的传奇 就要断送在傅寒舟手里了 想必秦小姐也听到 傅家没有钱 除非他答应我们 封氏的申购物 风铃笑 你想要收购傅式 简直做梦 就凭你还不配 秦小姐你是不是忘了 傅家已经不行了 封氏才是汇城最有权势的家族 就算你成为权势最有权势的家族 又如何 通过这种肮脏的手段得来 你心里不会不安吗 姐 你没事吧 封铃笑 你敢动我姐 怎么 封大少爷这次动手打你 是因为我戳到你的痛心 秦铭 给我住手 多年不见的严老 也要堂堂这浑水 秦铭是我的外孙女 今天这个事我管到底 我说秦小姐哪来的底气 原来是严家给的 只不过秦小姐是否忘了 严家在江城距离十万八千里 想要插手灰城的事 简直是人说梦 封少爷就那么肯定 万一我真的有办法 能让副使浴火重生 不可能 就算严家参与进来 副家已经不行了 就算傅寒舟他都不可能 无力回天 你们更不可能 副家早晚是我们封家的 封铃笑 你做梦 做不做梦我不知道 现实就是副家不行 我马上就要成为慧城的王 秦铭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副家已经不行了 你如果跟了我 要什么有什么 包括张家北城的项目 我呸 封铃笑 想让我和你在一起 喜都不可 谁说副家已经不行了 傅寒舟 你怎么在这 封铃笑 我之前说过 想让副家垮台 你简直白日做梦 我调查过 副家的资金陷入了严重的问题 就算严家注入资金也没那么快啊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副家的资金全部送出去 你什么意思啊 冯铃笑 你自诩聪明 狂妄自大 没想到 我们其实早就知道你身份了吧 秦铭 你算计我 你以为 副家是真的想和你合作吗 我们之前只是因为没有证据 想让你亲自跳入圈套 我有个计划 南城的那块地至关重要 我们假意用那块地 和风铃笑合作 替它露出马脚 好 就按照你说的词 人心不足舌吞行 这一起 都怪你自己太贪心了 就算你拿南城的地来逼我 花落又有什么用的 你们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 我照样还是封家大少女 谁说我们没有证据 你就这么确定自己做的事情 毫无拼 有证据拿出来呀 风铃笑 让宋庆阳盗取 附加机密的人是你吧 你做了这么多 你就觉得 你真的一点证据都没有了 秦铭姐这是讲什么话 盗取附加机密的是宋家那小子 这是跟我一点关系的没有 这次是没有什么关系 那上次呢 去贿赂一下那个专家 让他咬定南城那块地有身材的误战问题 一定要让南城那块地停工 是 对了 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放心吧 风总 等等 算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就算我参与了又多样了 你们还是没有证据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证据 天军 这算不算证据呢 丰氏集团突然流水八千万 到一个个人账户 并且私下会见专家 风铃教 你还想要什么 公司流水都抹平了呀 专家也没人看到 这我的监控都被关掉了 你们哪来的这些东西啊 想必封走自己从来就没有跟过什么 出了个这么慢 我们当然有时间能够拿到 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啊 风少爷 三分钟能做的事情都不少了 小明 证据我拿到了 凤铃香那傻子 消除证据的动作也太慢了吧 这都过去三分钟才做好假账 多谢了 想吃什么尽管停 那到时候我可就不客气了 这些都是假的 你们再给我下套 先生 你设计能源公款 请给我们走一套 不可能 你们算计我 不可能 你们没有证据 证据确准 请立刻和我们回警局 秦敏 你贱人 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风铃香 你才是要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你这样的 就应该一辈子都烂在监狱 永远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你把我抓了又怎么样 傅家不还是破产吗 我得不到的 你们也不想得到 我们都拿南城的项目作为诱啊 你真的以为我们傅家 会往南城的项目投资几个亿吗 什么意思 风铃香 你没想到吧 傅家根本就没有在南城那块地 逃过一分几 啊 我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输 我可能 放开我 我是我 风铃香已经复发了 上一世的仇 我终于都报了 姐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他又欺负你了 没事 我这是高兴的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些重要的事情吗 对 事情已经过去了 要不要和我一起回江城 有我在 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们姐弟俩了 年老 我和小梅已经结婚了 现在 我会对她好的 听说 你们结婚都没有对外宣布 连个婚礼都没有举办 婚礼 已经计划好了 就在一周后 什么 清明 我发现这段时间 你是真的喜欢我 之前都是我太过钻就脚尖了 清明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清明 我愿意 我愿意 如果等下 子女有人等待 新郎 请问你是否愿意娶你 面前这位美丽大方的小姐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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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两位新人 交换你们的结婚建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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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